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其实一个明白的人 你一生一世 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 孔子为什么说 不冤天不忧人 就是你冤天也没用 天离你那么远 他帮不上忙 你怪别人也没用 你看一个人 为什么老板老是把 不合法事件老叫他做 很简单 就是当老板 他有时候不得已 老板很多事情 都是从不得已开始的 没有能存心违法 没有存心准备怎么样 没有 没有办法 接官这样过不去 试试看 这是五一的一条路 老板马上想到找谁做呢 找张商 他马上摇摇头 这个家伙 他不会听的 找理事 他能力不够 找老五 他关系不行 扯他下去就想到你了 其实老板当一件事情 他要指派给某一个 被领导者的时候 他自己会琢磨 然后他就把你请去 他就捧你几句 我觉得 你来这里表现很好 外面人员也不错 做事情也蛮有魄力的 甚至有件事情 我看来看去 大概也只有你能做了 你就想想办法吧 这个人 高帽子一戴 几句好话一讲 你就没有抵抗力了 你说 那回去就想尽办法去做 你就完了 因为你给老板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 违法的事情 你也会尽力去做 那以后碰到了 他就找你 那碰到他就找你 那最后坐牢就是你 那是谁造成呢 你造成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一开始 你就要有原则 做人不可以没有原则 可这个原则是不能讲出来的 我不相信有一个人 能够在应征的时候 就把你的原则讲得很清楚 我不相信这种人 因为你就永远找不到工作 有一个年轻的朋友 他是劳工研究所的硕士 然后他去应征的时候 那个主考官一看 劳工研究所 就问他 你读这个很好啊 很有用啊 那你将来到公司来 你打算怎么样呢 他说我就本作 我当初学习的宗旨 我要为我们同仁征服力 为替他们保障 他们的基本权利 最实在的人 那那那一年说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从此没有吓我 从此没有吓我 那是必然的 那谁叫你讲这种话 对不对 人家一个会讲话 你说我当年就是因为不用工 所以考来考去都考不去 只有在这个劳工研究所 混一混 但是我真的读这方面东西不多 我还是在 怎么样把这个管理 把它落实 怎么样去把这个员工的 这种潜力把它调动起来 所以我们对老板 我们一定要相信他 一定要往正面的去解释 但是你要保护自己 你要定位很清楚 你心里头有原则 你不能说出来 但是你要用你的态度 来让老板感觉出来说 我这个人如果合法的事情 我会尽量去做 如果不合法的事情 你打死我 我都不会做 你就很安全 你看像这种事情 你第一个 你不可以去跟老板表态 不可以 说老板 如果说是合法之情 那我是全力以赴 想尽快把它完成 如果有不合法的 我是不会做的 你不要勉强我 那老板马上把你一板 我们公司是专门做不法的 哪一个不法 你这个不法 哪一个不法 你想干什么 你标榜什么 那你去找警察好了 你就很难听 所以为什么在中国社会讲话 你要左思右想 我能不能说 什么时候说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 当老板把不合法的事情 交给你的时候 你也不可以去找老板说 老板 这个明明不合法吧 你怎么会交给我 我是不会做的 那你也没有好处 绝对没有好处 因为老板会讲一句话 老板什么人讲什么话 你久了以后 你都知道 他就是那么几句话 他不会讲别的 他说这件事不合法 是不是 那只有你知道 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管这个的 那你就签出来 怎么样才能拿合法 你反而来说我把不合法的高速叫你做 那传出去成什么体统呢 你又完了 你又完了 为什么中国人社会 会这么多变 道理很简单 只有一句话就讲完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它道理都是相对的 多半是相对的 你从这边看 它带了一大堆 从这边看 它道理一大堆 它各有道理 一个很通俗的话 就叫做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底是有理 到时候才知道 永远没有固定的 哪里有固定 我很简单 老板交给我 不合法的事情 我会提高警觉 他是有益的吗 好像不可能 他没有必要 他害我也没有用 那他多半是无意的 他无意的 就表示他不知道 这是违法的 那我怎么去让他知道 这是违法的 这是我的责任 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反应 那我想来想去 我去讲不方便 那我就等他来问我 如果我不讲 他也不问我 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那我就知道 他是在试我的 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你 看你会不会做 你会做 我就知道 你这个人 是我叫你做什么 你都会做 不管违法不违法 那如果这样推理出去的话 别人叫你做违法的 你也会做 那最好还是我倒霉 他对你是 不会欣赏的 第二个是什么 你知道是违法 但是你不方便地告诉我 这是最好的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这样 所以他一定会试试看 我叫你做的事情怎么样 他一定会问 他会问你就知道 那就是说看你怎么回答 你说是啊 那是违法的事情 我当然不会做 那这种人谁要用 根本就没有人家用 那你就应该告诉我 你怎么拖大呢 而且 你看看这个法令 这明明是合法的 你那个法令是从前的 你的资讯根本不灵光吗 你还怪我 那你完了 什么都完了 所以只有一个回答 说我正在找 法令的依据 我还没有找到 我还在找 老板说不用找啊 这就是法令的依据 你就应该很开心才对 因为幸好我没有把 心里的话说出来 否则完蛋了 那老板说 你就照这句做就好了 你还急什么 那赶快去做 如果那个拿出来 然后一看 他那个是旧的 你这个是新的 那你要怎么说 你说是这样 没有错 但是我要做的时候啊 有一个人 台北的时候好意坏意 他就把这个给我看 我一看 比这个还新 可是我想来跟你报告呢 又怕说我搞错了 让我为你时间 说我还在斟酌 那这个你了不起 对不对 所以这里头就包括 很多很多的学会 但是归纳起来也很简单 也只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 无论如何 不要去怀疑老板想害你 这就对了嘛 你老板干嘛害你呢 第二个 你要很小心的 其实你只要做到 我讲的这一句话 那你这辈子就不得了 就说隐隐约约 让老板自己发现 是他的错 不是我的错 隐隐约约 意思就是不能很明白的 不能很明确的 让老板感觉是他的错 那就糟糕了 但是背景是他的失误嘛 可是我这样扯台扯去 你看我没有说 我找的资料 比你那个信 我没有这样讲 那样讲就是不敬 就不恭敬 我说不晓得他是好意坏意 我就把这个重点 就扯到那边去 这别人哪给我 他好意坏意 我还没有搞清楚 谁不敢做 老板自己判断说 这有什么坏意 这明明是个新嘛 是这些人 他给我收集法定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这个后面还有新的 没有补充下来 他就开始再骂他了 骂他就是称障礼 这个简单的道理 我们这一次 先到这里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